当然这个安全很重要 高雄市这名大学男生呢 去年11月在教室恶作剧 这个一个女同学呢 正要坐下的时候呢 她突然把椅子拉开 结果这个女学生呢 重重叠在地上 腰椎受伤 提出了告诉 判决出炉了 这名恶作剧的大学男生 被以伤害罪 判处了拘役50天 教室里头学生聊天打闹 但就许这个动作 把椅子拉出来开玩笑 竟然造成同学受伤 我心里不太应该 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人家 就这么大了还在玩这种东西啊 事情发生的去年11月 高雄一名大四男学生 要捉弄同班女同学 竟然趁女生坐下之前 迅速拉开椅子 导致女同学重重叠坐在地上 腰椎受伤 直到现在还得坐附件 虽然男学生不是故意的 但女同学父母气坏了 直接提告 判决出炉 男同学被遗伤害罪 判拘役50天 嘻嘻嘻嘻的闹一闹 难道就 把那个椅子往后一拉 难道这个女生不知道 就坐下来 总是女生嘛 他妈也伤到脊椎 怕影响到一个生育的问题 虽然女同学行动无碍 但女生的腰椎受损 就怕影响生育 男同学以为开个玩笑 家属却无法原谅 判拘役50天 虽然得以一颗罚金 但玩笑开过头 让男大生留下伤害最前科 代价可真不小 记者林郑彦 高梦柔 高雄报道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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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